那当时选择的医院也是好心人的帮助吗 是我们校感红十字会的 当时我刚好生他们出院 他们就看那个电视上面报道两个孩子 他们来我家里叫我放下行 他们去联系医院 以前做过一例那个胸护粘体的 然后就跟我们7月1号 就是2009年的7月1号 就把我们接到协和医院去做个检查 那时候做手术总共有18个科室 有30多个教授 从早上7点半到晚上10点钟才出来 我的天 我们的小宝贝在怀里抱着的时候 真的咱就说饿了一下 不小心给磕一下 我们当家长的都会非常非常心疼 而您的两个孩子在手术室里面 去接受这样的生死考验的时候 我们真的很难想象 您作为母亲当时在外面是什么样的心情 那就像我人生最漫长的时间 因为太长了15个小时在外面等着 就坐在那里 但是那时候有很多好心人 包括红十之会在旁边就鼓励我们 一直跟我们力量在加油 一直守着我们在那里 就是全靠他们在跟我们撑着 当时你也有想过比较坏的结果吗 也有想过啊 因为两个孩子手术比较那么难吧 说不定手术成不了功 也说不定两个孩子一起走 也说不定只能存活一个 什么都想过那时候 当时他也叫我做了心理准备 也跟我说了这些 医生跟我说 他们反正会尽全大的力量来 全部的力量 对 来挽救这两个孩子 但是我也知道这个手术很大 也会做心理准备 但是我一直相信两个孩子 支援力很强 会有奇迹出现的 我觉得是所有的医生 包括我们社会的爱心人 是给了你们力量 也让你们有勇气 让孩子们有勇气去 接受这样的挑战 但是刚才讲了说 国内手力 就是相关的经验 其实并不是很丰富 最难的就是医生告诉我 两个体重没有打标 要九公斤以上 还要做运动 折叠运动 皮肤要拉下来做缝针 如果直皮的话怕感染 那时才出生每两个月吧 一直到做手术 差不多五个月 而且这是一个大手术 对吧 对 需要很大的一笔费用 是的 那时候医院也减免了 很大部分 然后害羞人士 跟红十字会也凑了很多 真的是在 好信任的帮助之下 而且值得庆幸的是 我觉得这次手术 非常非常非常地成功 对 从做手术 差不多一个月 两个孩子都没有吃过 一点东西 都是靠养氧针 打针打过来的 那个护士每天晚上24个小时 就轮班守夜 医生也是在那里守着 他两个人到现在活得这么好 都是靠好心人的帮助 所以这孩子一晃12年过来了 这么健康 真的要和所有曾经帮助过 你们的朋友来汇报一下